在即将进入2021年的时候 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 又出现了一个 我个人把它定性为史无前例 破千方的一个巨大的龙宣行动 就是大情妇 这部电视剧 不再得到了整个学术界的推广 就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的宣传主管部门 又出面对他进行了推进 这是很不同寻常的 因为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 所进行教育的历史的时间轴上 秦王隐正 一直是一个负面形象 出现在从幼儿园到博士 这么一个完整的 学习链条之上的一个形象 但是事事难料 2021年的魔幻就在 永远于你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这部电视剧在大陆 热播 整个官方改出了两个观察的维度 第一个是他的导演组 就是他的制作团队 给出的宣传的着力点 是要宣扬 整个秦国人 秦王隐这个团队 为国家慷慨 赴死的一种精神 是为了国家 愿意牺牲小家 这依然是 民族主义 在文学作品当中的一种体现 这个是一个小层次的 就是一个 他的电视剧的制作团队 做出的解读 我们重点的时候要关注 官方 如此声势浩大的 要对一部电视剧 做推荐 做宣传 那背后体现的国家 一直是什么 这是 我下面的解读 您清了之后 感觉到非常让人震惊的 首先要从秦王隐正本身 作为切口去谈 为什么说 今天在2020年岁末 中国再一次 要为秦王隐正翻案 反映出这个国家 明年后年 甚至更长时间段 和政治走向 那关键的一个 观察的一个 支点就是 秦王隐正 完成他一扫六合之后的 举措是什么 就是改制 创立一个新的体制 也就是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定入了一个新时代 这是 这部电视剧 非常隐晦的 潜藏在这个 表面的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这个宣传之下 所要潜移默化的告诉我们一个 最重要的趋势就是 中国有可能 在2022年 22年之后 在国家的政治旗帜 国家旗帜的架构上 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我这么说 不知大家 同不同意 因为秦王隐正 他完成 统一之后 创立了郡县制 设立了 中央集权制 在中央 以皇帝 和丞相 御是大夫 来统领整个国家的行政 在地方设立了郡和县 从而形成了 中央郡县 三级地方管理体制 这一体制 沿用至今 只不过是名称发生了变化 郡 以今天的省代气 县 根本就没有变化 三级管理体制 一直影响至今 就是情治延续北代 至今 依然发挥效力 这个情治 包含了 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以及中央 本身行政机构 的设置 这都是秦王隐正 也就是他 统一之后叫秦始皇 所开创的 中央集权制度 这套制度 对中国 可以说影响 非常的深远 从根本上改定了 改变了中华民族 文明进程 如果我们要详细说的话 那是个非常大的话题 但今天我要跟各位交流的就是 这部电视剧 从官方推荐 它的着力点 就是让我们就接受 当秦王完成他的雄功伟业之后 他下一步是要改制 就改变制度 朋友我这么讲 不知您能不能 意识到 2022年之后 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 会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我现在以这部电视剧为参考 那已经卖过了百分之五十 这个机种线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上网去搜一下 中国有一个叫学习强国的公号 他重点推荐了这一部电视剧 里面提到了 这部电视的正面的影响 是秦王正的 个人奋斗主义 和国家命运相结合 实现上的历史的进步 那秦王正的 个人的军功 今天我们把它解读出来 最大最集中的就是 创立了影响北带的秦制 秦朝的制度 正面的刚才 去影响至今的 沿用的 那负面的更多了 文字的统一 就差语言统一 这种统一 意味着扼杀了个性 扼杀了创新 而且对人的阶层的画风 将知识分子 画风的社会的最底层 是龙工商学 学是属于最底层的 这种整个对整个社会结构的 一个设计和智力 可以说对我们整个民族性格的塑造 民族行为的一种限制 都起到了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那么如果是今天我们要对秦王正进行翻案 要进行正面的送扬 他唯一目前官方挖掘出来的一个支点 就是送扬他个人的雄工伟业 那么潜台词就是 当他完成雄工伟业之后 就要开创一个新的制度 新的时代 他就要改制 把以前的国王变成了皇帝 他是第一个 所以叫秦始皇 后面叫秦二世三世 以至千秋万代 这是我在看到大秦富 这部电视剧的大陆热播之后 马上在心头了 生发出的一个 不说让人 内心感觉不安的一个念头 因为关于秦王隐阵 他的负面的一些举动 众所周知 如果说从他的负面角度去翻案的话 那这个 痕迹就太过明显 用意就如此的 迟落落的 容易引起大家的反感 但是待如果从他的个人的 军功 比如说毛泽东不是讲了吗 秦皇害武六叔王才 六叔王才的前提 是他的军功 那是大家都认可的 从这个点入手解读的话 我们可以推测 整个官方的意图就很明显 就是要 侧面的告诉所有的人 中国的时局的政局的发展 会进入一个新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阶段 就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上 进行改变 那怎么改变 会发生 什么样的变化 这种变化 对以后的发展是正面 还是负面的影响 也有待遇我们 再进一步的观察 但是有了 之前一系列 已经发生过的一些 令人汤姆结舌的一些现象 那之后 如果再次出现 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或者让人震惊的一些事实 也不足为奇 这是我在 今天 在我这个频道下面 开设了一个新的专题 叫中国基本面 这是继美国大学观察 和特朗普政治资产 第三个栏目 在这个栏目下呢 我会 把我个人 对中国 国内一些政治的现象 的一些思考 和大家进行交流 而今天呢 我跟大家说的就是 对大情妇 网上的解读非常多 批评的 然后呢 比较积极的肯定都有 但是我要关注的是 大情妇之所以被推出 主力点就在于 让我们意识到 秦王一扫六合之后 要进行改制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 一个政治信号 如果您有 相关的想法 欢迎您在 频道下方留言 我们进一步探讨 也欢迎您关注 共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